公子要出门啊 我要去一个好玩的地方 好玩的地方 公子也带上我呗 那种地方不适合你去 什么地方还这么多规矩啊 小丫头别打听那么多 回头有机会和你说 什么地方还这么神神秘秘的 你怎么来了 衙门把我们几个都开除了 我来看看你怎么样 不当补头了你怎么生活啊 我现在是正儿八经的商界巨子 很快就会把生意做到 林安城的大街小巷了 你不吹能能死啊 生意哪那么好做 你这样看着我干嘛 没有更合适的了 也只有你能震得住场面 你说什么呢 衙门把你解雇了 现在你也是个无业游民 有个职业特别适合你 想不想试试 我只会五枪弄棒 不会做生意 我说你行李肯定行 跟我走一趟吧 去哪里 你去了就知道了 朝廷里的各种关系 旁根交错太复杂了 我们这些老百姓 还是想办法发家致富才是王宝 确实是这样 在衙门里当差 稍不留神就会有性命之用 还是做生意自在 我这几天在城里开了个雪花冰城 专门把冰块卖给那些有钱人 下边还会开发别的新产品 你不如来帮我吧 可我不懂做生意啊 不需要你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 缺少的只是合适的舞台 今天我就带你见识一下 你说的有道理 我试试吧 我们到了 到哪里了 就是这里 王冤你是不是想死 自己逛青楼拉着本姑娘干嘛 信不信我一巴掌呼死你 先别生气嘛 听说这里的姑娘卖意不卖身 只提供琴棋书画这些高雅艺术 那也不行 我怎么能去这种地方呢 你听我说完啊 这里是我堂哥经营的声音 现在他被小人陷害 整日颓废没心思管这些 我是想把这里改造一下 变成整个临安城最高档的娱乐场所 你先跟我进去了解一下再做决定好吗 要是你敢忽悦我 胡奶奶先打折你一条腿 两条腿都没问题 胡大小姐 这位公子认错人了吧 我们还没开始营业呢 你来得太早了 能再遇到就是缘分 何必在意他是谁呢 我是王文轩的堂弟王渊 这里以后就归我管了 原来是东家的堂弟啊 巧云这里也有理了 这里要重新装修一下 环境太一般了 本来生意就不好 再装修的话要花一大笔银子不朔 姐妹们也会好些日子都没生意了 公子要考虑好啊 为什么这里的生意会不好呢 咱们这里的姑娘都是苦命之人 有的是家道中落杯卖出来的 有的是遭逢变故流落到此的 但飘香楼的原则不会改 只陪客人喝酒聊天表演歌舞 卖意不卖身 正因为如此 那些好门阔稍微逼利又不成 就经常来这里找麻烦 生意自然一天不如一天了 这不就是古代版的酒吧KTV吗 真是出于泥而不染啊 看见没有 这里都是靠才艺吃饭的梁家女子 并不是什么龌龊的地方 既然我现在接手了这里 那就要为大家谋个好前程 这位女侠就是我专门请来管理这里的 王渊你个王八蛋 你要让我当劳保吗 我可不干 我请你来是让你当职业经理人吧 可不是什么劳保妈妈丧 什么意思 就是让你管理这里 和巧云一起把这里做得更正规化 哪个不长眼的王八蛋敢来闹事 你就用你的刘云剑收拾他 就是看场子的呗 你的格局太低了 我怎么会让你当打手呢 咱们要把这里改造成林安城的天上人间 用最一流的服务 最高雅的才艺 最舒适的环境来挣那些达官贵人的银子 咱们只提供才艺陪酒服务 其他的一概没有 你不仅要负责这里可以正常营业没人闹事 还要培训大家的武艺 以后咱们训练一支女子护卫队 专门给有钱人做外出安保工作 清一色的黑衣美女配宝剑 那场面该有多威风啊 我想那些豪门富商多少银子都会愿意出的 听起来不错 有点类似我们标局的意思 这真的能行吗 什么女子护卫队的我不懂 但只要能保证这里的安全 没人喝醉酒来闹事 咱们的生意肯定会好起来的 这可是你的强项 挣的也是清白银子 也算是行侠仗义保一方平安了 你就会给我扣大帽子 不过要是我在这里 保准没人敢喝多了来找麻烦 不过这件事太大了 我要回去和老爹商量下 刘老伯那里我去说 保准没问题 他不是一个庸俗固执的人 下边我给你们说下我的规划 这里要重新进行装修 飘香楼这个名字太土了一点都不大气 咱们要脱离低级趣味 这里以后就叫天上人间 这个名字真好 天上穷楼在人间 好高雅的名字 确实挺高雅的 没想到你文采这么好 见笑了 我也是突发灵感而已 其实我这是抄袭别人的创造 咱们的经营模式也要变 你们俩负责管理这里 每个月可以拿走一成的利润 这里每个姐妹除了基本阅历以外 每个月根据店里盈利多少 都可以分红 我们要实行股份制 每个人都是老板 要是这样做的话 大家都会卖力把生意做得更好的 生意越好分红就越多吗 就是这个道理 公子你真是太厉害了 你做生意真是和别人不一样 哪个掌柜的会主动分银子 给下边的人啊 就冲你这几句话 这个什么职业经理人我做了 咱们这里以后就是整个 临安府上流社会的天上人间 夫君 今天出去了一天累坏了吧 我给你按按肩膀 不用了娘子 我今天去青楼了 夫君怎么去那种地方了 这就是公子说的 不适合我去的地方 原来是青楼 彩烟就是不愿意 被家里卖到那种地方 才逃出来流落街头的 你们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那个青楼是文轩哥以前开的 里边的姑娘卖艺不卖身 都是和你们一样的苦命人 我是要把那里做成 高端的演艺中心 让大家用自己的才艺正饭吃 公子说的是真的 肯定是真的 不幸明天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我就知道夫君不会胡来的 原来是这样啊 只要不是那种地方就行 我相信公子 你们看着吧 我要让全临安府的人都知道天上人间